另一头俄罗斯国防部 官方公布了一个讯息 就是阿弗迪夫卡 乌军大规模投降 因为俄罗斯在100%控制之后 就清查了城市的每个角落 清道的乌军几乎都投降 目前至少200名乌军被俘虏 这也是一个讯息 双方各自发布 各有攻占的得分点 泽伦斯基接受美国媒体专访 美国媒体就问他一个问题 伤亡到底多少 说实在的 这个就是个秘密 从开战以来到现在为止 我说你死的比较多 你说我这边阵亡的比较多 向来如此 所以他说他没有讲具体数字 他只说俄乌双方的士兵人数 乌克兰阵亡一位 俄罗斯又阵亡五位 这是他讲的 当然这不是俄罗斯所公布的讯息 另外很有意思 乌克兰的民调 55%认为希望要夺回克里米亚 要持续战斗 还有13%的人认为 这个会继续战斗 但68%希望抗战到底了 另外还有这个拜登也宣布 要实施毁灭式的制裁 之前的12轮制裁到现在为止 你知道什么结局吗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GDP 的增速比美国还要快 这是接受制裁 全西方的制裁之后 俄罗斯的经济比美国还要好 那拜登宣布了13轮的制裁 500多项单次最大 欧盟英国当然也没有缺席 然后认为是毁灭性的 然后普丁的回应是 将会用一切的力量 加强武装力量 俄罗斯不是没有钱 那过去西方已经制裁了 15628项制裁 美国的制裁就有3500项 但这个是我们看到 IMF所公布 IMF大家知道什么概念吗 基本上就是美国做主的 2024今年俄罗斯GDP增长 2.6% 这个数字比美国预期的 要来得高 但这个时间点 大家不能缺席 在这里会有美光灯的 所以意大利 加拿大 比利时 还有欧盟领袖 搭着火车 出发一起来到这里 要力挺乌克兰 泽伦斯基再次宣布 我们一定会胜利 但之前你记不记得 欧盟的民调在欧洲 只有10%的人相信 乌克兰获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不管如何 泽伦斯基精神喊话 还有一个Q到我们台湾 英国跟乌克兰的联合调查报告 说俄罗斯进口的消化纤维素 大概20%是来自台湾 而且是前三大 前三大是什么 中国大陆 台湾 德国 好 我就先问一下 这个丽将军 你怎么看待两周年 这个结局注定吧 但到此刻为止 各方面的制裁等等 动作当然都很大 还可能有些反转的效果吗 我先讲一下 我们台湾卖给这个 过去的这个消化纤维素是什么东西 我这边有一张照片是消化纤维素的照片 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消化纤维素 这个就是 这就是消化纤维素 这个下面那个 刚好我正在那边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大炮的发射药 炮弹里面装的火药 叫做TNT黄色炸药 它会爆炸的 但把炮弹推出去的那个火药 就是这个白色这个 你看到他们 推进的东西 就是把那个炮弹放进去以后 然后把这个弹头打出去的那个火药 就是消化纤维素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在金门来讲的话 太多了 后来就必须要把它烧掉 那这个东西有个缺点 这个张照片是金门 对啊 是我 这个是你啊 这个大概这么多的火药 大概0.5秒就一下烧掉了 所以它那个是 就是发射药 就是我们药包 你看电视上面 你看到他们那个炮弹推进去后面 后面还送一包白色的药包进去 就是那个东西 我知道 它是发射药 就是消化纤维素 大概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来讲的话 你光有炮弹没有用 你必须要有这种火药 所以说一个战争里面 所有的供应链武器是非常的多的 那我讲说 俄罗斯这次来讲 它这个钢铁厂遭受到无人机的攻击 其实在昨天更严重的一件事情 它是第二架的预警机被打掉 我特别要讲 这等于是全世界各国都会研究 怎么打掉一架预警机 因为预警机应该来讲 合理来讲不应该被打掉 因为它本身来讲 它雷达性能很强 包括对它的这个要发射飞弹 要打它飞弹的雷达 我们军誉叫做照明雷达 锁定它的雷达 它都可以用电子来反制 那它为什么会被这些 这个飞弹锁定到A-50的预警机 而且是一个半月连被打掉两架 都在同一个位置 可见这个方式来讲 我们必须要讲 乌克兰还是有它的这种战力在 那我们来讲 我们台湾要研究是 你怎么样去 这个俄罗斯到底 乌克兰到底怎么样 把这些预警机打掉 这个无人机怎么样 距离可以400公尺 把这个钢铁厂炸掉 不管它是整个厂炸掉 还是这样一个钢尖 我觉得这是教科书 以就事论事来讲的话 这是军事上面 我们不管是美国 或者是解放军 或者是我们台湾自己本身 都要去研究的一个战斗的一个技能来讲 必须要研究 那第二个我讲是 阿富迪乎卡这次的战斗 那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一段时间 阿富迪乎卡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 这次的战斗结束之后 紧接着在军事上面 乌克兰觉得 俄罗斯绝对不会放松 因为我们通常讲 这次战斗很明显的就是 这个讲军与叫做 这个被迫脱离 对不对 被迫脱离 脱离战斗有两种 一种叫主动脱离 一种叫被迫脱离 被迫脱离 具体来讲老百姓的话叫做 溃逃 就是被打了以后 我不得不跑掉 我只好跑 所以被动脱离 主动更好 转技呢 转技有两种 因为有两种主动脱离 就是我自己发现打不过了 我发现我不行 我提早我先走了 放一个烟幕弹 我自己又跑掉了 那要主动脱离 被迫脱离就是 人家对着你打 那要被迫脱离 但是你脱离战斗 你知道乌克兰它是这种 在这种脱离战斗跑掉了嘛 你知道俄罗斯会做什么动作 会做追击 或做追击 所以说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就听到他的消息 他在四个方向发动攻击 在扎波罗热或这几个东西说 地方来讲他就发动攻击 这军事上的动作 一个战术上行为 人家脱离战斗 对不对 你发现敌人脱离战斗 你一定是追击嘛 但是追击有追击的一个距离 我觉得这个东西来讲 我们应该国防部应该把它列为一个教材 来教他追多远的追十公里 为什么追十公里 为什么 因为他的后勤补给只能往前面送十公里 你追击部队往前面跑嘛 对不对 去追人家嘛 那我要把你送战药给你啊 我要送便当给你啊 不然你这些部队你去追人家 你不要中间一半你肚子饿了 对不对 没有便当吃或子弹打完了 所以我后面来讲后勤 所以我讲这个就是后勤的补给很重要 不管是攻守双方追击转性撤退或干嘛来讲 这些都是军事上的一些战斗动作 那我建议我们国防部应该不管是 对于A50预警被击落 或者这一次来讲一个脱离战斗 或者是追击动作 这些都应该让我们这些新进的 这些年轻的军官 在做这方面的了解跟学习 将来你才知道怎么样去 有哪一些是特别我们值得学习的 譬如说预影机它怎么击落的 其实他们有讲像这次来讲 乌克兰讲它是用S200 S200是多少年 是没有五十几年的飞弹 它那时候是准备打黑鸟战斗机 那是不可能的 那种60年代的飞弹去击落 现在最先进的预影机 如果真的是用它击落的话 那中间 那它可能有很多的弃敌动作 比如说我用S200的雷达 因为我没有那种飞弹 但是我有那种雷达 一般来讲困难度极高 但是它办到了 所以就更值得去亏敲 你知道A-50那种预影机被击落 有多严重 它等于说是 就是10架的战斗机被击落 一架A-50 它是指挥 可以指挥10架的战斗机 在前面作战 所以一旦它被击落以后 这前面这些战斗机都要回来 你就没办法执行战斗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来讲 这中间一个过程 比如说你怎么样欺敌 你用什么样的雷达去诱导它 误导它 然后你自己真的要打个飞弹 要推到什么样的位置 才能够把这架预警机击落 那一个月可以击落两架 我不得不佩服乌克兰 最起码 他们人家真的是战斗民主 打了两年的战 它确实是有它的一套 那你说这个 伤亡的人数比 我觉得听听就好 那就是乌克兰来讲 德鲁斯基 他还是希望北约 能够继续提供军援他 他不能说我都打光了 我没有人力了 那北约大概就放弃了 那民调这部分来讲的话 让我想要是我们台湾民调 你去问谁 对不对 这些原因再继续打下去 你是问谁 你是问第一线的官兵 横胜王的家族 所以我觉得那个民调 也是大家参考 我看只问基辅吧 对 那问题就跟我们台湾一样 我们台湾你说要不要抗中 要不要去 每个年轻人都说 我们要抗中 我们要对抗解放军 我们要打城镇战 但是问卷的时候都很简单 但你真的是到战场上面 付出这种辛苦的生活 对 没错 在战时 因为现在还在战时 很多像类似这种讯息 其实他可能把它看作宣传 可能这个宣传的成分 可能比较大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